有一次那次是把我嚇了一跳 可是可能是因為 讓台山久了 就會有一個自然環境 我有一次就攀爬一個 一個地方就攀爬上去 既然如果我摸著這麼大這麼大 我就摸到他 各位 我覺得真的有差呢 我摸到他 我既然沒有怕 我既然第一句話跟他講 對不起 我自己很愛笑 我才會說對不起 我自己侵犯到 我自然的話 我那時候沒有計劃 我怎麼摸到他 我嚇一跳 他在走路 我就覺得對不起 看起來 OK 拜拜 就是這樣 那我身邊來侵犯 我們侵犯人家的地方 所以 自然就是這樣 好 這個 剛剛是誰要講的 講完了 可以 剛剛那個還沒念 沒關係 因為我這個東西很多 我稍微會跳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精彩 我後面還有三個精彩的 還沒有放 那個等一下大家就會知道 來 誰要 來 那個朋友 來 請 獎品要送過去 不然他會練你飯而已 因為他都沒拿到獎品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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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爽 水 天上的飛鳥 天上的飛鳥 是我的 不被弄是哪東西 我不是我的 好 座物是我的朋友 山 和 仲力 我愛護 我成護 綠色大地的重心 心耶身處 我成名 我愛眾生 天上的飞鸟是我兄弟 地上的柏花是我姐妹 树木是我朋友 三河万户 我爱虎我看虎 玉设大帝是母亲 青天身处有神灵 我爱众生 情同守主 我爱众生 情同守主 耶稣可内尔 在整年前吧 他有一次来台湾 我有赞助他部门会用 办一个活动 我第一次看到可内尔 他让我有感觉是 他就像孩子一样 那个他在做 一个活动开始的时候 他要求我们大家 要先把心静下来 要静动 然后大家就静静地静动 然后他开始谈一些事情 然后他带我们到 野地里面去做一些游戏 让我慢慢去发觉 我有一次看到那个真古德 我发觉长期接触自然的人 他们有一个特色 他们看起来就像修行者 就像达赖打妈一样 修行到一个程度 你去看他 真的就像孩子 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他是最纯真最漂亮 所以包括你看动物也都是一样 为什么很多人养狗狗都是这样子 我看了那一只狗 有狗狗的 有狗狗的 我会这样打起来 我怎么会变得这么大只 你就不要它了 所以很多流浪狗其实都很可怜 因为他们不是天真 我想去流浪 就是你不要它了 你就把他丢出去了 所以这真的是很头疼的问题 那我们不谈这个 但是我们去年 我做一件事情很快乐 我就跟我们苏董两个人 我们看高雄财山 流浪狗已经多到 不行了 那政府不可能做很多的处理 我们的推估应该有四五百只 那我们也能够做一个计划 我们就是把 大概抓了三百多只下来 捷渣 然后就地 你想一想 台湾现在哪里有三百公尺以下的 跟人类那么接近的地方 还有三枪 我这才能还可以看到三枪呢 为什么会有三枪 就是因为拜戒眼之词 戒眼有很多的缺点 唯的优点是 我们坐临京港那一边 是尽是要定 人都不能接近 所以三枪比较还原 他也走过来这边 就在那里 我常常碰到 不能很多次 那有让狗在山上 本来就不应该 也不好 那我们有一个计划 我们有把部分的狗 就送去救养 就把他认养起来 有部分就把他医疗 然后有部分就严育放回去 然后限缩在一些地方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不能让山女被破坏 现在你鸟子上去 什么都上去 然后整个地方会乱掉 那这时候就是一定要有去做 那我们认为 我们可以出一点钱 那有心的人要做 那就去做 那他们去抓这些狗的时候很痛苦啊 因为都要晚上去抓 那他们车子常常会故障 我又监一辆车子给他们 所以我每次看到 他们每次抓那个狗下来 到一个城口 他都会打电话跟我说 杨大克 我们现在处理了几只几只 我心里就很安慰 因为我到山上去的时候 我看到我狗没有那么多了 那狗是很恐怖的 那个狗 它一直生一直生 那你如果没有去抑制它 那整个环境身体会被破坏掉 好 那我们大家 诶 念了没有啊 诶 念了 对不起 有来这里都会这样 来 刚刚讲那个 那个Koneo 它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很舒服 然后就像小朋友 那这个 这个邱庙也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邱庙已经 已经做了 那120几年吧 那是我們所謂的 北國國家公園書庫 它有很精彩的故事 那這首詩寫要念 好 來 這一位 這個放在你那邊 這一位 好 許特 平靜自己 風止 吵禁 如此奇妙 自然萬物與我 温然合一 宛如是我的一部分 夢想創造生命的父母 陽光灑在心上 而不止於身上 是由穿住身軀 而非從航如過 激盪 振奮 振動了身體的 每一個細胞的肌肉 令他們展翅欲飛 歌唱不喜 謝謝 開始 此刻 平靜至極 風止草靜 如此奇妙 自然萬物與我 温然合一 宛如是我的一部分 就像創造生命的父母 傻在心上 而不止於身上 激流 酸楚身軀 而非從旁而過 激盪 振奮 振動了身體的 每一個細胞與肌肉 令他們展翅欲飛 歌唱不喜 我想有看過 中廟故事的人都知道 大概一百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總統 知道他已經是在美國很有名的一個生態協者 他就跟中廟說 你說美國很漂亮 你能不能帶我去看 他說好啊 我可以帶你去看啊 可是有條件 他說什麼條件 他說你要跟我去看 最早要五天啊 然後你不能帶水護 真的嗎 真的 好 他就敲聽了 人家的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就跟中廟一起了 然後 沒有回覆 然後 就是 晚上燒個營火 睡覺 沾動 最自然 喝的 也滴了水 吃最簡單的食物 那 總統深受感動 出來以後 就是趕快 讓他們立法 前進美國國家共有師父 各位 都沒有在一百多年前 在 劉志福總統 去看的地方 就是現在的 優勝美帝 我記得 我到優勝美帝去的時候也是一樣 台灣的觀光團 都是那些 喔 那些咕咕咕咕 就趕快燒一個胸 就走 說我們中午在外面吃飯 我在行程設計的時候 我就跟優勝說 我不要這樣 我一定要在那裡待一天 你早上準備便當給我們就好 各位 我認為我的決定是對的 那一天太精彩了 那一天 我不知道我走過的地方 我想 舅妙有沒有走過 可是那一天 我們一進去以後 除了 照相以外 我就到下面的溪谷裡面 我就去走路 去散步 很快樂 中午 就在那裡吃個便當 我不像李星團這樣 這樣 我跑在我海上 各位 我才可以理解到說 林家在那麼早的時候 就有那個眼光 知道要把這些地方找回下來 所以 所以 劉美帝他真的不簡單 就像我在看瑞森卡丘的書的時候 有一本叫《寂靜的春天》也是一樣 你看他那時候 美國發明DDT的人 都好用啊 可是 春天不是應該是 聰明了教 應該是很豐富的地方 怎麼突然都沒說過 因為我都給我討論了 所以各位 那個後遺症就會出現 所以很多的生態學者 他們都有 很先期的一個看法 可是 都會跟當下的利益相碰撞 那事後的歷史證明 他們是對的 所以 當我們在看這些生態學者 他們為了他們的環境 為了他們的整個人 他們一直在努力 剛開始可能也被人家誤解 可是 他們的所作所為 在歷史上會 留下一個很重要的 幾乎讓我們能夠懷念他 喔 也因為這樣子 你看 他這種心境 他對自然的心境 他會讓你感覺 其實是可以 比較屬於內在心靈的東西 我發覺 到山林裡面 有一個最大好處是 吃什麼東西都好吃 你看我們只要去爬山 我以前去爬山 我最會煮的一道菜 就是 把那個麵條下下去 然後廣達香肉絞 跟那個穩酵 如果有高麗菜又爬的 這樣爬爬的 這樣就是很好吃 我記得有一次我走那個 從 志中走到特務野出來 走那個桌子的淚場出來的時候 哇 我們那個導遊 就煮那個麵很簡單喔 出來以後就 辦那個沙茶這樣跟橄欖油 哇 我說我也吃得很好吃的 回去這樣煮就發覺 味道有差 當然有差的喔 因為那個情境是不一樣的 所以各位 你看我們進入山林裡面 我們那個 吃的東西都是可以 可以最簡單 可是既然這樣說 有時候 我以為豪華一下 我記得我上一次 進 瓦拉米斯有一點過分 我們那個豪華團 我還請了一個破打 他們背了一百八十公斤進去 那個破打出來說 欸大哥 他破打那麼久 我沒有吃夠那麼豪華 還有燒酒雞 還有羊肉爐 還有砂鍋魚頭 都沒有 那可以後面 有一團起來 都好玩 他們吃一個海產桌 我一看這個怎麼叫海產桌 香菇、南瓜 都是簡單的吃一下 我不是 我們的前菜是 五雞肉爐 百年前 好 他們平衡在那裡 流浪 我就知道 那些人就是那些人 我們的 煙錢他們還有咬蒜頭 那些人又吃燒酒雞 燒酒雞 吃到又生鴨子 好 你們真的有夠羨慕 說我們現在是什麼 好 這是印第安上面